大家好,今天想接着聊一下关于COVID,关于Omicron的清零的问题 中国仍然在做如火如荼的,他们仍然没有正式的承认Omicron没有办法清零 但我觉得中国的这种反应实际上是缺乏一种科学的认识 或者是他认识到这一点的专家也没有发言权,他也没有决策权 而真正有决策权的这些人呢,他真正的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是在跟科学作对 他是在跟自然规律作对,或者说他们认为我亲的还不够严格 我亲的力度还不够,我的这些所有的程序当中可能还有些问题 他还要加大力度,甚至加大投入 但他没有意识到,他是不是真的意识到了 我说他是不是真的懂了 他实在跟一个自然规律作斗争 他绝对是输的 他不可能有任何的胜算 我今天就聊一下为什么这种清零是不可能实现的 首先呢,这种COVID的病毒呢,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病毒 他当时,我呢,从整个这个事情,从开始,甚至武汉只是有谣言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这个,我就一直非常关注,非常非常关注这件事 所以很多信息我都看了 如果大家看一下我原来的那些视频,大家也知道 我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关注的 COVID的一开始面试啊,出现在世界的面前的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病毒 它具有极为,极为厉害的这种传染性 可以说是,一刚开始它对人的传染性就是一个满分 因为在我看来啊,我是这个观点,我一直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合成的产品,它是实验室做出来的 做的时候就给它安上一个最好的,能够清晰人的呼吸道的细胞 这样一个突出,这样一个病毒突出 它就是专门为侵犯人类而设计的 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呢,COVID的病毒就具有满分的这个传播力 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这个传播的病毒 传染性极强的一个病毒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COVID刚开始蔓延的时候 人类还没有任何办法对付它的时候 那时候既没有疫苗,那时候在治疗它的情况 也不太会怎么治疗它 而那个时候它毒性非常非常强 因为人类从前没有遇到过这种 因为它一下子把这个蝙蝠身上的这种病毒 原来不侵犯人的病毒,直接就注入到你人体身内部了 你这种病毒对人来说是完全是陌生的 所以呢,人是完全不适应这种病毒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个COVID的病毒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你看当时是怎么样去赞,或者说怎么样去应对这个病毒呢 那很快啊,就是采用的一种非常,那个时候你必须得戴口罩 我们要说就是,传播性非常强,传播性很强的流感 其实人们都可以不戴口罩 其实流感的传播性啊,真的比不上COVID 这COVID就刚开始它就通过飞沫传播 也就是说你说话这种细碎的这种唾沫 就有可能去传播个周边的人 打个喷嚏就传播个周边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戴口罩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点 所以在没有任何好的药物对应对的情况下 清零政策,比如说加大社交距离 然后戴口罩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一段时间不要出家门 很多国家都做了同样的事情 就让这所有的商业停下来 对于刚刚开始的那几代的COVID病毒是真的非常有效 但是我们发现什么,你说到现在Omicron 就COVID进化到Omicron的时候 你简简单单的戴一个口罩已经不行了 你看现在Omicron,我们来看看现在Omicron 你就戴上一般的手,外科口罩是不行的 它就不光是飞沫传播了 它不光是你打喷嚏,你说话 这一点唾沫出来传播 它有可能你在呼吸,你在揣气 你在运动的时候揣气出来的 你这种喷出来的气中胶,它悬浮在空中 比如说一个人在一个密闭的场合 但是时间足够长了,这个时候其实并没有飞沫 但它还有一种,它有很小的气中胶 带着这个病人的这种病毒悬浮在这个空气当中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到这个地方带一段时间 就会被感染上 那我们对比起这个最初的那个Covid和现在的Omicron Omicron还有不同的变种 它最新的变种的传染力就更强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传染力是 已经我刚才说了这个Covid病毒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个满分的传染力 它又经过了这么一个演化功能到现在 它的传染力在满分技术上可以说又翻翻了,翻了好几番 所以呢,现在的这个Omicron系传染性 可以说是,据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二 据说是第二传染性的一个病毒 就是非常厉害 那它怎么样变成这个样子呢? 我们要说这个病毒刚刚开始在人类 因为它传染性很快,很厉害 它很快就传染到了非常多的人口 而在这个人,每一个人体内又进行天文数字般的这种复制 它本身是个RNA病毒,它只是单列 所以它非常容易变异 所以这个Covid病毒被释放到人类社会当中之后 很快就演化出无以计数的这种变种 我们现在虽然了解到什么Delta,什么Alpha,什么Beta 以及到现在的Omicron 这种都是少数比较主要的这种造成巨大影响的病毒 但实际上它真正的很多不计其数的这种变种太多了 只不过它们可能没有造成影响 没有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所以它们既没有一个单独的名称 甚至它们也没有任何一个记录说明 但是这种变种是非常容易产生的 那结果是什么呢? 在大量的复制,首先人口,当然人口很多 第二,每个人在身体也复制特别特别多的次数 因此在这个病毒的演化上它的速度是非常快 它的进化是非常快 它在这种病毒,在Omicron 不是Omicron,就Covid的时候 不同变种的Covid病毒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迅速和激烈的一个 适者生存的一个竞争 实际上就是一套生物的演化 实际上就是进化 实际上就是进化规则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所有这些Covid病毒它们的不同的变种 它们都在进行相互的竞争 比如说两个不同的变种 这个变种具备可以让感染它的人 传播给更多的人 那这个变种就很快的就会残居所有的人群 并且而这个变种呢 因为它人体一旦感染成这个变种 因为它基本结构是相似的 基本结构没有那么巨大的区别 一旦人体就是说被感染了这种变种 它就会产生针对于这种变种的抗体 那这种另外的就传播力要稍微低一点的变种 它因为这个抗体存在它就不可能传播过去了 如果感染比如说这种更容易让人感染的Covid病毒的人群 一旦数字增达了一定程度 那其他的变种就寸步难行 其他变种就感染不出去了 很快它就会消失掉 比如说现在 自从Omicron出来之后 那原来很厉害那个Delta消失了 已经找不到Delta了 Delta我们往前看一下 Delta出来的时候 它之前的什么Alpha Beta 很快就被Delta挤掉了 也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代新的病毒一出来 这个病毒如果具备更厉害的传染力 更厉害的传播性 那它就很快就把其他的变种压下去了 所以现在这是Omicron的天下 虽然我们看到每天在全球都在 有这么多人感染 很多国家还有不大量的Omicron感染者 但是这个时候你已经找不到 其他的任何的Covid病毒 只剩下一种 所以这个是在发生在 Covid病毒群 这么巨大天文数字般的这种 不同变种之间的一个残酷的相互的竞争 而目前我们看到就是一个胜出的 一个胜利者就是Omicron 他在这种竞争当中 他使用的策略就是 第一 他为了让他自己传播的更远 他的毒性在下降 他的毒性在下降 因为如果他太毒了 他就必然损害这个人体 带毒的这个人的人体的活动性 那这个人就必须倒在家里面 养病 他传播的人就少了 所以他毒性 所以所有这些变种中 毒性弱的变种被人挑选出来 而且呢 他的这种基因就更容易 你只要挂上你的细胞 原来呢 可能还相对 要进入到你的人体细胞里面 还困难一点 现在他的基因进行变异 选择了这种更容易轻入人体细胞 这种突出基因 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 就造就了像Omicron这样的 这样的非常厉害的病毒 而这个其实是跟人类相关的 其实这个是人类自己 通过这样一个物竞天择 自然竞争 选择出一个能和自己共存的一个 一个病毒 那有人说了 我们现在就是 我可以清零嘛 对原来清零呢 你成本 比如说你只要让大家在家里面观赏个五天 接触下也可以 他甚至也不过通过物品传染 甚至大家只要戴上口罩 或者隔一点五米 或者一米 你就可以不相互传染 但到现在为止 已经不行了 现在为止 可能人要戴上N95口罩 然后呢 非常容易传染 在这种待一个空间的 离开了 甚至下人到这同样的空间也很容易传染 所以 只要人和人接触 只要人和人发生关联 就非常容易 让这个Omicron传播出去 也就是说 现在你要清零 你的这个代价 可能是原来的十倍 甚至五十倍 一百倍 那好了 一方面 它这个病毒毒性 已经减弱了非常之多 一方面呢 你要让它清零 你要花的这个成本就越来越高 这个天平和原来就不一样 那你现在 你可能付出原来的几十倍的代价 而你 你清零的 你得到的好处 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 即使得到这个病毒 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它也不 很少人才会去重症 更少的人会死 非常更少的人死 而所有这些比较 请你付出这些代价 可以说是已经相形见出了 所以你是在用一个你损失了 你扔掉了一个西瓜 你减掉了一个芝麻 就是 OK 就算是 就算现在他们 会 不计代价的 把Omicron给它 控制住了 那你的这个人口 你的人口 很 你控制住了 你没有多少人敢爱Omicron 他们对一个Omicron 马上Omicron还会出新的变种 Omicron现在已经出了三个变种了 你没有办法预料下一个传播性更强的Omicron 甚至或者下一个病毒 它什么时候出现 它一旦出现之后 你的所有的人口 对它来说都是一片Greenland 就是一个绿色的 或者就是一个未开发的处理地 它随时就马上就进入来 对它来说简直 又马上可以暴大性的 在你的人口当中传播开来 因为你通过清零 你给它保留了这么一块 茂密的 无未经感染的一个人群 对它来说 这也就是肥肉 就是一个冲锋现场的一个大战场 对它来说 这是正好 而且你很多的人都没有感染过Omicron 你一旦这个新的变种 进入到你的人群当中去之后 那就是野火燎原了 那就是干采了以后碰在一起了 你根本就非常难以控制 更难控制 所以就算是它现在控制住了 咱们退一万步说 中国现在控制住了 那马上新来的这个变种 就会把它打得一败涂地 因为它保护的这个人群 对Omicron完全没有任何的免疫力 可以说是如果它真的说 我要通过清零的方式 我把你这个病毒排 拒之门外 我根本就不沾你的病毒 我的人口不能沾你的病毒 它这种话 它实际上就是在跟进化论作对 这个世界 我们的这个世界就是进化出来的 我们看了周围的物景天泽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生物圈 地球上的生物圈 最基本的一个发展动力 地球上的生物圈运行到现在 就是依靠的这样的动力 就不断的在竞争死者生存 这是最简单的原理 而这个Omicron的结果就是 它传染性会越来越强 它只会更强 它毒性也会越来越弱 所以你要清零 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 你要清零的结果 就是把自己的国家搞破产 对它来说没有任何关系 Omicron它每天都在进化 它每天都在变异 它每天的这些传染性都在提高一步 但好的地方是在于 它把别的 它战胜的那病毒全部消灭掉 所以 好 我们讲完这个 从这个选择上来 我们认证到这个Omicron 只会传染性越来越强 他 倚之强的一个地步 你根本就支付不起 因为 他的传染性只要上一个台阶 就意味着 你要清零他 要付出的代价又上了一个台阶 好 他不断的上台阶 你的代价就在不断上台阶 你现在 上海已经让人出现饿死的状况了 你都没有办法清零 就上海这个力道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你都没有办法清零 你还想怎么着 你还想以后 每个人都像关监狱似的 人和人之间都不能碰 你有那种可能吗 你这社会能够支付那种代价吗 所以 现在已经力不从心了 为什么 中国内政 他们觉得自己 总是在杀手锏 总是能够 出来清零的这套手段 现在不管用了 这就是因为 他们在 对付一个 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水平上的病毒 他们现在要付的代价 你要付出来的钞票 比原来就是要高十倍 二十倍 你能负得起吗 你要负得起你就负 你负完的时候 马上下一个来的时候 两百倍 三百倍 五百倍 一千倍以后 你一千倍的代价 你还负得起吗 你的国家就是破产了 你都信不了力 这就是它的发展方向 病毒它不会停留的 病毒它的 这是自然规律 这是自然规律 所以咱们如果 早一点认识到这个自然规律 他们也不会费得尽 他们先评估一下 你要花多少钱呢 请你 你有没有这个钱 你花得起吗 他们先评估一下 不要不积代价 你真的 说不积代价是很愚蠢的话 你真的能不积代价吗 最后的代价就是 每个人把每个人都杀死了 那就是最 但是那个有意义嘛 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谈 就是说如果我们观察一下 所有这种 Omicron侵犯过的国家 就是Omicron闹过 比较严重的疫情的国家 我们都可以看到 它在Omicron 这一波疫情的时候 和原来是非常不一样 这波疫情在他们的感染曲线上 都是会出现一个非常抖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它可以在一两个星期之内 它从0 或者接近0的时候 上升到 极高的数字 根据你的人口 比如说 在很多国家都是疫苗 不论这个国家是发达的 还是一个发展的国家 不论这个国家 甚至不论这个国家 打的这个疫苗 有多有效 它其实结果都是差不多 我比较的一个 你拿巴西的 或者拿一个欧洲的发展国家 和巴西的一对比 两个的曲线都差不多 你拿香港出来也是一样 就很快 它也抑制不住的 它在感染的 刚开始初期的时候 它会非常快的一个 指数性上升 达到一个峰值 比如说 有可能接一个国家 它每天就会有几十万甚至 接近一百万人感染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人口特别多的国家 但是呢 这个持续时间不长 它很快从零 一直长到那个之后呢 它很快 在那一段时间 它就往下 一根坠牙式的往下掉 然后呢 它甚至有可能会掉回到 接近零的状态 这就是一个非常发生的 还有你在看这段时间 导致的死亡人数 是一个非常低的 也会增长 也是有一个峰你看出来 因为毕竟感染这么多人嘛 但它比较去原来前几波的那种 那种死亡率 它的总人口 其实是非常之低的 你就算是巴西的 它在这一段时间死亡的人 死亡率也就是千分之二 千分之一点几 就是这种水平 在很多其他的发达国家上 因为它可能条件好一点 那个时候它的这个死亡率 甚至有低于千分之一 像新加坡就特别低 千分之0.5 这个像一个什么呢 这个曲线像一个什么 大家看这个 这个曲线就像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疫苗 因为这个疫苗的作用是什么 疫苗作用就是在短期内 让很多人产生对这个病毒的抗体 而且它不影响 这大部分人的身体健康 Omicron就正好做了这件事 Omicron在很短时间内 它就传播力太强了 它是让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 不一定是大部分人 相当一部分 因为它感染的特别快 这个曲线特别的等 然后相当一部分人很快的感染住 就是易感人群 我们说它叫易感人群 而这部分易感人群又很快的具备了 因为感染Omicron很快具备了抗体 因为它们具备了抗体 它们等于就变成一个铜枪铁壁 它们就实现了群体命令 在这个社会当中 它有非常容易接触到这个病毒的这群人 比如说那些快递 比如服务业的这些人 比如餐馆的这些人 比如说这些司机 比如说这些空城 是警察 这些人都是易感人群 因为它活动发挥港 它经常到处去见不同的人 销售部门的这些人 商业系统这些 当然社会中还有一些人群 比如说它不太出门的 老年或者是边缘一些的人 或者它不太和人见面的 这种人 这种是非易感人群 那易感人群它很快感染了Omicron之后 它产生了抗体 它就变成了一组墙 这些人它感染了 一般来说在一两个星期内 它的这个感染恢复时间也非常的快 因为这个症状很低 这个毒性很低 它很快就能恢复 一般就是不超过两个星期 一两个星期内它就恢复了 而这个恢复了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阻碍的Omicron的一堵墙 这个时候Omicron 在它周围传到它这的时候 它就把Omicron堵住了 比如说这一家人里面有这么一个人 他先感染上了 他好了他自我隔离他好了 他没有把家人传上的时候 他以后就更不会把家人传上了 他们家人因为有他在这 就把这个病毒有可能感染进来的这条渠道 就给它封住了 而社会当中一旦这样的人出现多了 比如把这个社会中的异感人群出现多的时候 它很快就感染力就会下降 你就像这个山火 你做个比喻 在那种你野火控制不到在山内 丛林大火的时候 为了去防止这个丛林大火烧的太多地方 他们就会先把它烧出一块钩来 就先把一些森林故意点燃 点燃之后 这棵森林很快烧光了 这一小块烧光了 它就变成一个阻碍带了 那边的火再来之后 它就过不来了 因为这块已经烧光了 没有燃料 没有燃料它就不可能让这个火 从这一片区域再引导到下面去 它就保护了 阻挡了这个火的前进 保护了身后更多的那些森林的健康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社会当中 一旦这个Omicron很快的 让这个社会中形成了群体免疫 一旦形成群体免疫 这个感染性就极速降低 所以呢 这种程度上讲 Omicron真的是就跟一个疫苗特别特别像 那我们要说 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疫苗 它是免费的 而且它很快 它也不要你组织打 它对 你自动就去感染上 而且它就挑这个社会当中 更容易感染的人先感染 感染完之后 你们建立起来一个屏障 你们就把那些其他的不容易感染的人 就保护住了 你看它的这个曲线就是表明了 正好就表明了这一点 而我们也可以理解 通过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理解 实际上为什么 那大的公司 它不去研制一个疫苗 来对付Omicron 因为它研制的那个疫苗 说不定还没有Omicron的效果好 因为Omicron 西方的这些国家 他们看到了这一点 他们看到了这个 这个病毒快速的进展到这一步之后 他们就知道 这个病毒已经到了和人类共存的时候了 它已经准备好 这个病毒已经准备好 它通过这个两年三年的时间 它已经发展到了和人类共存了 它和人类共存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 它可以很快的在人类体内建立起群体免疫 这个群体免疫可以把那些更为危险的那些病毒 就同种的这种新冠病毒给它消灭掉 所以呢 它就像个青道夫似的 把其他的危险的新冠病毒全部消灭了 剩下来这个相对很安全的Omicron 就霸占了全球 这个时候 你如果设计到一个疫苗去对付Omicron 你是让人不敢按它 你相反是在做一个反观的事 你对付它 你还能对付一个更恐怖的 比它 比Omicron更 撒伤力更强的那种原来的那些病毒吗 你显然 你就不一定能够对付那些病毒 而这个Omicron已经帮你做了这件事情 它为什么要去把Omicron给它停止呢 所以他们就可以 这个社会可以放开 而且 因为他们已经发现Omicron到了这个必须和人类共存的地步 我刚才说到这个消灭不了它 而且这是在朝一个正确的道路上走 Omicron还会排升出毒性更低的 更低更低的一些新的变种出来 这个时候你让它自己去演化 那它很有可能就会把Covid的整个的疫情结束在Omicron上 然后Omicron就变成一个很普通的 就像你的分辨 我相信在下一个阶段 Omicron就和感冒让你分辨不出区别 虽然它是两种不同的病毒 虽然它是两种不同的病毒 但它对人的这种影响力 因为它感染人的这种呼吸道 还是会帮助它传染 所以它还会继续保持这个特征 因为它感染你上呼吸道 让你打喷嚏体 让你流鼻涕 让你通过这些行为传染出去 人的唾液是非常容易传染出去 它保持这个 但是它不感染你其他地方 它让你的对你的生命威胁降到了非常非常低的程度 好 这就是Omicron背后的科学的东西 如果中国它认识到这一点的话 它如果现在去强力清零 而且这种最危险的情况是 它签不了 它签了一定程度清零 它不断地把这些 减少人的Omicron的感染数 但它就保留了一个巨大的一个 一个人群不断地感染 它就会像Omicron的火 就会像慢慢慢慢地烧 它最后可能综合起来感染的人数 还会比你 让Omicron突然一下子 易感人群全部感染之后 一下子建立一个屏障 就挡住了很多非易感人群在后面的 它就用不 就不再会被感染了 相比较这两种方案 你慢慢地把它悟住 你又没有办法完全悟住 你总有好多人 在社会中存在 他们带着Omicron 而你有更多 他们走到哪 周围都是燃料 那些人都是没感染过的 或者说 那些没有感染过 或者周围也没有屏障 来堵这个东西 而他们就会让这个Omicron病毒 传播到更多的人上去 因为它会慢慢慢慢地 传播到更多人 你形不成一个屏障 你所谓的把阳性挑出来 你把阳性挑出来 实际上是你在不断地 把这个 它有可能形成的屏障给它 给它阻断 你比如说 现在的全阴性的那些社区 那就是Omicron最喜欢的社区 它又传进去了 任何时候都可能传进去 感染一队人 然后你再把这队人分离出来 剩下又是一片没有感染过的 这个时候 Omicron又会传进去 如果你让这些阳性的人 和这些没有感染过的人混在一起 这些阳性的人很快 它会恢复了 它恢复了 就变成一个屏障了 这些阳性的人就变成屏障了 你就不能够最好 你不能把它分开了 你让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 反而会保护很多没有感染过的人 反而他们现在的情谊是背道而驰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不懂 他们可能专家懂了 他也专家也不敢说 好 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今天评价 他们下回再聊 拜拜 拜拜 拜拜